俄罗斯总统普钦抵达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前 北京街头处处可见俄罗斯国旗飘扬 同时天安门周边已加强安检 地铁出口也临时封闭严格管制 普钦专机16号上午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现场铺设红地毯 还有仪仗队礼宾列政欢迎接待高规格 北京人民大会堂前举办盛大欢迎仪式 普钦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教育部队 随后进入人民大会堂闭门会谈 接下来普钦也将与习近平共同出席 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晚会 并与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经贸文化合作 普钦行前接受大陆官媒新华社采访时强调 中俄经贸快速发展 2019年双边贸易额1100亿美元 去年暴增至2278亿美元 而且两国之间的企业超过九成都以卢布结算 显见两边的关系坚定不可动摇 中俄互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 外界预料普钦此行 将与习近平讨论俄乌战争 并深化能源经贸往来 美国白宫最新回应表示 大陆企业帮助普钦壮大军武 让人无法接受 普钦仿后续效应有待观察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